红色假发,一双瞪大的双眼,身着剥点又不停画着剥点 蜜红的小伙伴先不要着急的退出视频 2016年,时代杂志评选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 草菅米生是当选的唯一一个日本人 英国歌手阿黛尔,川普女儿亿万卡也是她的忠实粉丝 1990年代,她与LV,兰扣,奥迪等推出极具原点草菅风格的产品 从服装,鞋子,手包 草菅不仅是日本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也是艺术圈的带货女王 剥点女王,精神病患者,巨型南瓜 裸体公共演出,两亿美元的作品 你可能想不到,这位90多岁的日本国宝级艺术家 以惊呼偏执的态度,用艺术救赎自己 草菅米生曾说过,如果不是为了艺术,我早就自杀了 不知道你小时候会不会因为想象力太丰富而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出生在日本富贵家族的草间 因为父亲的风流和母亲的压迫 从十岁起,她就开始产生了幻象 她在桌布上看见了原点 小西旁的花在和她说话 无穷无尽的原点是她与世界沟通的途径 也是一种治疗 她说,我认为宇宙的起源就来自原点 我自己也是一个原点,地球,月亮,太阳都是原点 我从中听到了来自宇宙的召唤 1957年,母亲和她用100万日元解除母女关系 草菅置身一人来到美国 60年代,西皮士与新解放成为时代主题 她开始尝试装置艺术 利用大量的灯光和镜子 通过灯光和反射 使人仿佛置身于光影错觉下的浩瀚宇宙 受到儿时父亲放荡生活的影响 她极具恐惧男性 在作品《无限进屋》中 地面上堆满了洋具 放大了自己的恐惧 在纽约的时间里 草菅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和裸体西皮士们贴满原点 她闯入威尼斯双年展 售卖自己的装置 以讽刺过度商业化的艺术现状 在艺术上激进前卫的草菅迷生 生活上是个极其可爱的人 她把自己亮粉色的假发称作是帽子 在年迈腿脚不变的时候 被身边的朋友说走路好像一只企鹅 她还会偷偷问助理 我是不是要坐轮椅了 但是我不想让人看出我老了 在拍摄纪录片《草菅迷生无限》时 她对着镜头直言不讳 你在这干预我画画的灵感呢 我所有创造的作品都是天才之作 草菅迷生不断重复的波点 和艺术家的自信 成为了她最大的特色 或许她还是一个 有的人欣赏不来的奇怪老婆婆 又或许 当你下次再看到服装上的波点元素 你就可以说 我把草菅迷生穿在了身上